节能减碳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,我们每天工作生产,生活消费,这两项责任环环相扣且严重影响着地球的生态气候。 无论是消费产生的垃圾,生产制造过程产出的废弃物,还是处理垃圾的过程,都在无意中伤害了地球生态,也影响我们的生活环境。 在这样的责任下,为了实现人类与自然永续发展的目标,不论在自家或是在工厂企业的生产上,我们可以透过预防、减量、回收和再利用,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。 另外,企业可以使用自然的再生资源以永续管理的方式,达到高效使用的生产模式。 我们已经知道永续减碳有多重要,但你知道SDGs吗? 它是联合国在2015年宣布的2030永续发展目标,其中包含终结贫穷、永续城乡和生态保育等17项目标,用来指引全球一步步朝向永续努力。 而在当时,有193个国家同意在2030年前努力达成SDGs的17项目标。 为了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问题,永续发展是我们必须具备的共识,同时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。 前面提到的SDGs其中第12个目标,责任消费与生产,并确保永续消费及生产模式。 像是金属加工业者,在生产的过程中,原本使用传统的矿物性切削液,近年来越来越多大产业者开始寻找可替换的再生能源。 改用绿色原料的植物性切削液越来越多,在未来,植物性切削液将成为加工主流。 您若正在寻找可替换的绿色能源,不妨试试看每颗MCM的植物性切削液,它符合现在日新月异的法规,而且不会产生恼人的油烟油雾,能够明显工厂环境,还能保障操作人员的健康,更可以实践SDGs2030永续发展的目标。 选择每颗,成就每颗, your success, we make it happen。 I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. MCM super.